欢迎老魏 今天女生你是来解释的是吧 对 你要解释的是什么 就是她平时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她太过敏感了 就是我说什么 做什么 我感觉就是都是错的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 就觉得很冤枉 很憋屈 今天是要说委屈的是吧 你来干嘛呀 小刘 我过来是我来挽留她的 你挽留她 对 你们俩分手了 我前段时间提出分手了 然后她不同意 她就说我们就上这里来 然后希望可以打开彼此的心结 可以说下 分手是谁提的呀 我提的 为什么提出分手呢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喝酒的事情 喝酒 对 她就平时白天她不说什么 每次喝了酒之后 才会跟我说一些 白天听不到的 而且说了就很伤人 我就觉得很受不了 她酒后会跟你说一些 你接受不了 对 是什么呢 就有一次我的手机不是坏了吗 然后屏幕坏了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 人家要多少钱 然后人家就说要一两千 我当时就想一两千的话 我再纠结要不要修吗 然后就跟她抱怨一下 我就说这现在修手机还挺贵的 然后她没说什么 结果过两天 她又突然给了我个手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 我就说你怎么给我买个手机啊 这个手机可能就只能用一半把年就卡了 我就说那我还是想修一下我的手机 这样可以用得更久 但是她就不开心了 对啊 你手机摔坏 人家送你手机应该很高兴的事我觉得 是 我知道她给我的心意 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那个钱花在我 修了我的旧手机上面 可能会用的时间更久一点 我好心好意给她买一个新手机 她给我的表现就是 表现是那种很形势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很伤人 OK 好 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次我跟她去约会 我就想既然大家都出去吃饭逛街嘛 还是打扮一下自己 然后我那天就选了一件 我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 她就说这衣服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还是挺好看的 我就说这衣服是别人给我送的 其实那件衣服是前男友给我送的 但是我不敢告诉她 就怕她生气 怕她吃醋 她那天也没说什么 就这件事情就过了 后面过几天我看见就是 我喜欢的一款衣服上新的嘛 在实体店 然后我就说走 你带我去惯一下吧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句 她就说不好意思 我买不起 我没说要让你给我买 我就觉得就试一下我自己买 怎么会这么冲呢 因为她那天穿了那一件衣服 她说是别人给她买的 你在想谁会莫名其妙地 给你买一件衣服呢 是吧 我在想肯定是她前男友吧 我觉得你在我命前 穿前男友给你送的衣服 好像不太合适 不尊重我 对 不尊重我 然后后面她又让我带她去商场里面看衣服 然后我突然想起这个事情了 我就心里面不爽 所以我就跟她说了一句买不起 我就觉得认了很可惜 就想换一下风格 她就一直说我就故意显摆 就说前男友比她好什么什么的 她就一直在说我 这说明这小子他在乎你啊 他愿意吃点醋啊 但是我觉得 态度不好是态度的事 然后就 最好在意你 然后就喝酒嘛 有一次她喝醉了 就是那天我才知道 她觉得我上网 就朋友圈点个赞 评个论什么 她都觉得我是故意的 就是错的 平时我的闺蜜那些 不是会在朋友圈秀恩爱什么的吗 那我看见别人挺浪漫的 我就点个赞嘛 她后面她就会跟我说 我就是故意给她看 啥意思啊 怎么是故意给你看呢 她在朋友圈点赞吧 她就给那些有车有房啊 亮戒指啊这些点赞 我就感觉她这种是 让我觉得是 我没有别人男朋友那么好 我感觉她有点 瞧不上我的那种意思 你是那小法吧 不是啊 我点个赞就觉得 人家就是在 比如说结婚啊 那个婚礼现场什么的 都很浪漫 就想跟她分享这个事情 她就觉得 我就在嫌吧 你特别介意这个是吧 对 主要是她故意让我看到 你觉得是故意的 我觉得是分享这个事情 那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还行吧 还行不就行了吗 她是谁的女朋友啊 我的啊 那不得了吗 还有别的吗 就是在家里面闲聊什么的 也会得罪她 我就说你30岁人了 那给自己买个疾病闲什么的 也很正常是吧 因为我从小爸妈就给我买 我就问她爸妈有没有给 她就说没有 那我就说 你爸妈要是有这个意识就好了 然后她就很生气了 她又骂我 这有什么好骂呀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 放到个冤枉前去买一份保险 我觉得不值得呀 你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比你棒啊 小贝 你可以把它花在其他 有需要钱的地方 那生命第一啊 那时候你说我自己一算了 为什么还要提父母的事情呢 是吧 她这样一说 我感觉是 我的父母不如她的父母好 这不就闲聊吗 咱们说的是观念没有好坏的 真生气啊 她就觉得她的父母 是不是比我的父母 个敌人一等什么的 真这么想啊 她就是这样给我想的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几个月吧 才谈了几个月啊 那还好 还有一次 她带我去见她朋友了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 选了个大排档嘛 当时我坐下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凳子上黏乎乎的 那我这样就是很自然地 就掏出一张纸来就擦一下 然后碗筷可能不太干净 我就用热水给洗了几次 这很小的动作啊 她就一顿饭她都不理我 不是 为什么呀 我感觉她有点形势 我没有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吃饭 不是 你是怎么联想起来 这件事的 兄弟 因为我朋友他们吃饭 人家都没有她那种表现啊 人家都能吃 你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是吧 那她脏呀 我就擦一下 我现在有点刻意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她就是觉得 我们选的地方有点档次低了吧 那档次低不会跟你去啊 我觉得我爱卫生又不爱饶你们 想多了啊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 我们是在圈集过后 回昆明上班的大巴上认识的 什么地方 就是坐车大巴 回去上班的大巴上认识的 大巴偶遇是吧 对对对 谁追的谁啊 他追的我 因为当时他不是坐在我身边吗 然后呢 他喊我帮他放一下行李 慢慢地就聊了起来 聊了之后感觉错吧 然后之后就留了这个联系方式 回去之后呢 我一直在转转续续地联系他 过了几个月也向他表白了 他也同意了 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 其实他追我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很用心的 他不会跟你说什么 我多喜欢你 我多爱你 但是他会去做 比如说就是母亲节的时候嘛 我们当时没在一起 他追我的时候 就是我有跟他说 就是我妈颈椎不好 然后可能风湿什么的 会疼 当时他就去买了一些什么 理疗的东西 就直接就送去我家 没跟我说 还给我妈按摩什么的 我就在想就是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喜欢你 他真的在乎你 他肯定会爱你爱的人 是不是这小伙子 其实挺实在和挺实诚的 对 他不会说太多的语言 但是他会去做 但是你接触之后 发现很多生活细节 你们俩又对不上茶口 是这意思吧 是 你有你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 我觉得他就是喝了酒 就是很闹事吧 其实白天还好 你喝了酒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这姑娘老说你闹事 就会说一堆 有一次他就是打游戏 我一度跟我喝了散伤 就会让他去吃 我走 我去喝了你 好 problema 我去喝山 不 Tour 我说 这边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你就发现很多生活的细节上 你接受不了它 对吧 好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判断这段感情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俩在 你初 rud定的声音 你听听老师ussa的声音 突然间語听老师 经常阅证明 神月威 认为了 你听老师 在这段时间里 你听他 utika 是不自然的 我就别说 这段时间 是不自然的 对 你听把这些人 都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 当我说生活在约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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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 许长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